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相信很多人是既害怕,但又难控制 举血糖值来说,血糖是人体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 而空腹的血糖值正常是100cc血液中,血糖值维持在70-110毫克 如果太低会导致昏迷,抽筋,头痛 但是太高的话,也会导致引发血管以及肾脏病变或者是双眼视力受到影响 医师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时要规律前运动,也要做好量测及记录血糖值 不过这怎么测,原理又是什么,带您一起来了解 每天三餐前及睡前是量测血糖的适当时机 医师呼吁糖尿病患者,在家自行以家用血糖剂确实量测及记录血糖值 可以帮助医疗人员确定血糖问题所在,提升良好的血糖控制 我们有一个读取的机器,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元件就是柿子 那这个柿子呢,上面是做了这个化学药物的这个配置 血液里头的葡萄糖的成分,我们叫做血糖 血糖经过这个葡萄糖氧化酶的作用 把这个氧化以后产生了中间的物质 然后会产生我们的电流的讯号 那这个电流讯号的多少,就是对比到我们这个葡萄糖的浓度 就是血糖浓度的高低 高血糖容易造成血管、视网膜等全身多处病变 引发中风心肌梗塞或影响视力胜功能丧失等健康问题 卫生署一项统计资料也显示 糖尿病死亡率自1990年以来呈现增加趋势 如果不测血糖,单品感觉实在不容易察觉到高血糖现象 过去先前,使用者会担心我低的血量过多或是过少 会不会造成量测的影响 现在随着血糖试片的改进 往往都是使用毛细管的现象把血液给吸进去 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注意试片的保存的干燥的环境 那干燥在有效的期限内,这个试片就OK 医师表示,虽然测血糖的动作并不会使血糖下降 但可借由测血糖提醒民众血糖的高低 提供改变生活习惯和治疗的依据 对血糖控制有正面的帮助 同时也能减少高血糖造成的病变危害